《新亞書院》成立於1949年 是錢穆先生和一班學者所創辦的 目的是為了保存和發揚中國傳統的人民精神 以及溝通東西方的文化 他的前身是亞洲文商學院 當時只是租用了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三間課室 在夜晚上課 夜校大概辦了半年 後來就在1950年的三元改為新亞書院 在深水埗桂林街租用了61、63和65號 三、四樓兩層作為校舍 今天很高興來到新亞研究所 身邊這一位就是新亞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 他也可以說是我的大師姐 因為早年他在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 然後就讀新亞研究所 接著近這幾年還是新亞研究所所長 請劉教授簡單說一下當年他在新亞書院的感受好不好? 我在新亞書院是由本科讀起的 我是主修中文系 但其實我是副修哲學 所以我是跨兩系 所有的老先生我都幾乎認識的 我都是副修哲學的 所以中文系的潘崇龜先生 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是非常幸福的 可以親席當年的大師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都幾幸運的 在2007年 這一座滿載歷史的舊樓已經被拆除 現在你去到桂林街 會見到在這一棟豪宅的旁邊有一間公園 是以新亞書院歷史為主題的公眾休憩空間 裏面保留了不少新亞書院的象徵 例如新亞舊子的牌匾 是國學大師姚鍾兒教授的題字 另外有一道以新亞校訓成名兩個字為主題的水牆 而水牆前面的紀念碑就刻上新亞的孝飛 另外還有刻上孝哥手稿的牌匾 除了展品之外 又種了棵菩提樹 據說設計者希望附近的人有機會可以來休息 有興趣又可以看下歷史 新亞的校徽是根據金石錄 裡面漢武出土的畫像來設計的 校徽裡面的人像就是孔子問禮於老子 中間就雙左考訓成名兩個字 考訓成名出自中庸 成者天之道也 成之者人之道也 由說自成名為之成 自名成為之道成則名義 名則成義 用成名這兩個字作為考訓 就是訓勉學生要將為學與做人視為同等重要的事業 說到新亞校歌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最多人引用的大概就是 奸險我分盡 困惑我多情 這首校歌的背後 也有一段故事 新亞的大師兄是會章 他是在1949年入讀新亞 根據他的益術 當他快畢業的時候 他的師弟黃建武就對錢先生說 新亞應該有效果的 錢先生也同意 結果當晚他就寫好了歌詞 是會章 就拿去找人譜譜 結果他找到黃友帝教授 他一口答應 三天之後就交稿了 說到新亞精神 錢穆先生認為 新亞精神是指一種 為理想而吃苦奮鬥的精神 新亞也都強調 繼往開來的胸襟 就正如孝哥所說 十萬里上下四方 撫養感受 五千載 今來古往 一片光明 書院的孝哥 大家 新亞同學都是背孝哥 但是真正的精神 未必是體現得到的 你必須要做 就是面對困難的時候才知道 但是不要緊 譬如說香港的疫情 政治經濟環境 甚至乎政權 在一個漫長的歷史裡面 他們是很短暫的 但是教育文化的傳承是永恆的 所以我們不怕 總之細水長流 我們堅持教育 仍然是繼續我們全城的使命 就非常之安心的了 劉教授講得非常之好 教育其實是很重要 身火相傳也是非常重要 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時期 後來得到美國雅禮協會 和其他機構的資助 1956年 在龍土道興建了一間新的校舍 去到這個時候 學生才有比較好的學習環境 1963年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 由崇基學院新亞書院 和聯合書院組成 直到1973年 新亞書院才搬入沙田 新亞教育文化會 就在舊校舍設辦新亞中學 我是1972年考入新亞書院 所以有機會在舊校舍 讀了一年 在大學二年級才搬入馬遼水 這座校舍 是由第一代華人建築師 徐經直先生負責設計的 在龍土道這個環境 我們是非常幸運 可以遇到一些 那個年代最重要的學問家 思想家 會不會有哪位老師 令你留下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 全部都有深刻的印象 因為上課很投入的 譬如曲家就是張汪京昌教授 智學家 唐先生的上課非常投入的 校園的花圃 種植了很多棵樓樹 這棵樓樹叫做前宮樓 是錢穆先生在1965年 在這裏做了最後一次演講之後 親手種植的 前面這座兩層高的圓形建築物 就是圓庭 是校園裏面最獨特的建築 它的上層加了垂直的運營土板 好像百葉窗 是可以阻隔陽光直接照射入到室內 圓庭是新亞的標誌 也可以說是我們新亞人的集體回憶 在圓庭下面的護形石燈上 就是我們休息的地方 可以聊天 可以讀書 可以看報紙 甚至淫屍作對 還有下棋 我就經常見到馬中三先生 在這裏跟學生下棋了 圓庭對出的草地 更加是學生討論時事 交流意見的舞台 旁邊的籃球場 是我們當年上體育堂的地方 也有很多同學在打籃球 圓庭上面的訪堂 在當時來說是好生命的設計 當時的老師例如錢穆、唐君毅、茅中三、曾克段 都是文史節的大師 學生轉堂的時候 經常都爭著坐在第一、第二排的座位 或者請人代為霸位 這麼多年來 講堂經過很多次的維修 但是那些水泥地板、窗門 大致上都是保持原來的面貌 我們有一個特別大家共同的印象 就是南康北調 因為他們全部都用普通話 和內地不同的省份 所以我們當時上課是四川話、三東話、江西話 這個不同的鄉下話、湖南話 譬如前穆先生我沒有上課 前穆先生的無石話 每個人落課就說 聽明白嗎? 明白嗎?其實每個人都不明白 聽話是不明白的 但是一樣是可以上課 上課很好 我都可以分量少少經驗 當然我初出入新亞 我都會旁定過唐先生的課 但是他的四川國語 坦白說 我到現在可以聽到八成 當然只是兩成左右 聽到八成 有過 不經常 他是可思想 有過 前面就是新雅圖書館 這三個字是錢穆先生寫的 上當年我們經常在這裡留念忘返 在這裡看書在這裡做功課 在這裡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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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過來新雅的禮堂 這裡是以前新雅書院時代的成名堂 是舉行樂會的地方 這間禮堂的設計簡樸而平實 是相當實用的 上當年學生經常在這裡搞活動 例如歌唱比賽 是 2014年劉教授出任研究所的所長 或者請劉教授跟我們分享一下研究所的歷史 研究所是1953年 這個新雅孫成立之後的三年 創辦這個研究所 就是錢穆先生 當時他覺得那個學界是需要一些比較專門的人才 從事研究的工作 就是除了教學 基本教學之外還要有研究的工作 需要有這些人才 所以是特別創辦這個研究所 而且當時學界除了香港大學之外 我們差不多是最早的研究所 因為沒有研究院的訓練 所以當時來說 研究所是全盛時期非常好的 學生很多 教授都很好 直至1974年脫離中文大學 我們成為一個私人的私辦機構 一個私人的組織 但是雖然身份不同 我們使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那個教育的宗旨 我們使命是跟錢穆教授創辦新亞以來的宗旨完全一樣的 一目雙成 完全一目雙成 就是為香港的教育界 培養民事節的專才 就是那個堅持的 那個使命的堅持是沒有分別的 入到新亞研究所藏書室 你會大看眼界 這個就是白紙櫃 裡面裝了圖書卡片的目錄 現在我們可以用電腦去查書 但當年就是用這些卡片的了 新亞研究所的圖書館 可以說是一個寶庫 裡面有超過13萬冊的藏書 其中線裝書是有五萬多冊的 也都藏有不少珍貴的版本 好像《紅樓夢》 《二十四史》等等 在這條樓梯走上去就是二樓 二樓也都有很多藏書 有唐閨藝先生的紀念室 除了他的生活照片 裡面還有他的書櫃 他的藏書和他的手稿 最珍貴的藏品 就是唐夫人的遺物 她生前彈過的古琴 這三個字就是唐君藝夫人提的 是女士 她帶寫的字有金石味 還有有一些很純真的絕氣 絕味 這個課室 我們就叫做 明明成名堂 其實過往的大師 其實唐山謀山都在講過課 所以我們這個課室的佈置 幾乎是跟三十年前完全沒有什麼分別 走進新雅研究所的走廊 大家會見到牆壁上有很多珍貴的照片 有些是老師的 有些是學生的 也都有師生的合照 這些照片其實是反映了 那一段令人難忘的歷史 劉教授要分享一下研究所的經驗 我的研究所非常簡單 因為當時有些老師在 然後研究新的生活都比較簡單 除了收課之外 都是自己閉門讀書 完成了一個階段寫一篇論文 當時劉教授你是研究什麼課題 我當時是研究兆論 就是這個佛教 藝俊時候的佛教 寫了兆論一篇文章 當時論文的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是唐君藝教授 你真是非常幸運 老師很好 不過學生未必能跟得到 更加有名詩 名詩出高圖 名詩這個名就是光明的名 光明的名 不是出名的名 他們是大師級 舉手頭竹都是有啟發性的 不是補習的名詩 明白 這個就是他們的研堪 大師 現存身教 他整個生命投淫在那個教育裡 其實近幾年劉教授做了新加研究所所長之後 都開創了很多新的東西 例如琴學中心 可不可以請你來介紹一下 其實琴學中心就不算是一個開創的 為什麼呢 1964年的時候 錢穆先生在新加書院 他是校長 他是非常之提倡 學生是學習音樂的 他有一個看法 就是以禮樂來教育 同學 在學生生活裡 自然融入了禮樂的元素 不需要教什麼其他 自然可以塑造了他們的人生的素養 他們的性格氣質 所以1964年的時候 我自己的琴老師 蔡德韻女士 她就是被邀請來 新加書院的學生活動之中 是教琴 即是好像我們的課外活動 沒錯 是學生的活動 但是這個非常之重要 在香港的那個音樂史上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老師很長壽 他103歲才過世 他是四十幾歲來到香港 他持續教學 古琴的教學持續了五十年 所以培養了兩三代的古琴人 他在香港來講 是我們很尊重的詩尊 即是說 是一個代表性的藝術家 當我當學生的時候 我在那個新亞國會裏面有學 其他學系沒有學古琴 然後到了研究所 我正式學古琴 接著我老師學古琴 蔡老師當年教了很多 是他教了很多不同的學生 例如有唐夫人 中外也有 潘崇輝老師 他培養了很多人才 現在呢 新亞書院應該是沒有了這個傳承 因為他們 但新亞國樂會仍然存在 國樂會仍然存在 不過是沒有古琴的傳承 古琴的傳承 我們蔡老師的這支傳承 應該是保留在隆普道的 應該是說 其實我在七十年代 我們做學生的時候 都有一個叫做新亞琴社 都是學生的活動 新亞琴社 是的 但是因為學琴的人少了 譬如說 唐師母又過世了 學琴的人越來越少 我現在做了所長 我就恢復了這個琴學中心 是正式的研究所的一個中心 希望恢復這個傳承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平台 是搞一下工作坊 教學演講 甚至將來 或者有可能有條件的話 就做研究出版 應該說在香港是唯一的一個 學界的一個組織 是古琴的組織 其他就跟我們的性質不同 當年 茂先生已經講 課室是滿的 為什麼呢 研究生雖不多 但是外離旁聽的人是很多 香港很有名的文學家 西西都來過旁聽茂先生的課 六里 六里他們是這裡的學生 六里是本科學生 小師 小師那一齣電影的片都在錄的 和我監獄 對 我們以前也有大師很多的 但是現在呢 二十一世紀是沒有大師的年代 應該說大師已經過去了 花果飄零 飄零 但是呢 要自己找出路 和 唐先生說寧根自植 自己培養自己 寧根自植 自己培養 是非常有意思的 雖然花果飄零 但是是可以寧根自植的 希望新亞研究所呢 可以繼續發揮 就是我們新亞的精神 將這個教育的使命 將文化傳承的使命呢 是繼續這樣發揚 繼續這樣做下去 為了